拒絕慰望 選擇責任 拒絕貴刀 選擇暫暖 我願意大聲 則呼 還誓者以正義 還歷史以真相 還天地以公道 拒絕慰望 大家知道在星期三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 李懷明就是動議要求釋放劉曉波 所以我們請到李懷明來到我們當中想問一下 這次動議的內容和他的意義在哪裡 他的意義當然就是如果在大陸不可以做這些動議 我們不可以講心裏的說話 所以我代表民主黨提出這個動議 也是很多人香港良心的一個反射 就是說本立法會對中央政府 以這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 將劉曉波判以重刑 表示極度遺憾 要求中央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和其他異見人士 同時呼籲中央政府認同劉曉波 所倡議的零八獻章 是代表文明社會所供應的普世價值 正面要肯定零八獻章的理念和原則 以及呼籲特區政府 要將這些理念和原則 放下去我們盡快實施雙普說 其實你看到建制派一定反對 不用說這個都肯定的了 你猜他今次的策略是怎樣 是會走占去不見人還是怎樣 你猜一猜 我猜他們多數不會發現 好像對六四的動議一樣 就找一兩個人不斷地說一些事情 可能井水不要犯河水 這些事情不了解這些事情 不要亂做 有些投氣權有些投反對 總之我的意義都是會 砌低我的動議 砌低的固然是 大家都知道了 不用想的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這個動作 其實最主要是告訴 不單止香港人 是否還要告訴我們在大陸的同胞 絕對是 現在一國兩制 在澳門就沒有了 23條入了 下一個來就是香港 如果香港都不頂著 如果對劉曉波這些事情都不出聲的話 我想很快我們都會變成澳門 好啊 謝謝你啊 謝謝你 單單去年一年 由中宣部和各地的省市政府的宣傳部 單下的命令都已經超過300條 那個原因就是說到 中國政府它說想要和諧 但是如果和諧的時候 是不是用一種這樣的模式去表達 我們很高興請到胡麗雲 就是現時國際記者聯會的香港及中國代表 和前記協的主席胡麗雲 胡麗雲和我們聊聊天的 在釋放劉曉波的晚會裡面找到她的 沒錯 所以當然說到劉曉波當然要問一下 記者作為記者 見到這些議員入罪的事件 其實你們的感想是什麼 還有什麼盼望呢 今天來到我們支援會舉辦的燭光集會 其實我們覺得議員入罪這件事 我們感覺到是很無奈 亦都覺得很傷心 更加是覺得是匪夷所思 因為其實我們記者 又或者一個民眾 只不過是拿著一支筆 來表達她自己的心裏的一些感受 一支筆不是一把槍 不能夠可以推翻到一個組織 不能夠推翻到一個政權 更加不能夠推翻到一個國家 但是往往就很多這些例子出現的時候 令到我們都覺得很匪夷所思 但亦都很無奈的 就是說到現時這個狀況 好像一路都是繼續這樣持續下去 改變不了 所以引致到就是 我都覺得就是今次 見到有這麼多的香港的民眾 來出席這個燭光晚會的時候 我都很希望中共中央政府裡面的人 能夠清楚就是 究竟他們今天這個重判 劉曉波這件事件裡面 究竟是不是一個有智慧的決定 有智慧的一個行動 他今天這樣的做法 其實我會覺得是適得其反 今時今日一個國際社會裡面 大家都會尊重著高舉著表達自由 而不是說就是再用一些這麼強權 這些這麼暴力的手段 來到去騙人們那個的 就是表達自由的言論 你剛才說一支筆不可以推翻政權 但是可能對中共來說 一支筆就是 比槍更厲害 比槍更加厲害 因為他們自己都說過 槍桿子出政權 也都說到很重要 此外其實你怎麼看 其實早前在新疆的事件 我們香港記者 TVB記者被打 或者其他的不公平的對待 為什麼我們香港記者 已經沒有辦法繼續出聲 這件事好像冷淡了就算了 我見到香港的記者 不是冷淡了的 香港記者是有表達出來的 香港記者是有試過三次 其實就是在事件發生之後 就馬上去到香港的中聯辦 來表達聲音的 再接近一次 或者我回應你這句話 中共是沒錯 他說槍桿子出政權 但是槍桿子出政權 但是槍桿也都可以影響一切 但是我很想講這件事 就是今時今日 槍桿是否真的能夠 可以推翻到一個政權 所以看到延遲中國政府 是非常虛脅的 對每件事很小的事情 非常敏感 你覺得香港政府 譬如特首他們 上次打完記者那件事 又說關注又表達 其實他老闆是中共政權 他都做不到些甚麼 你覺得 我覺得香港政府 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他究竟有沒有做到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問號 因為如果他做到的時候 我們都相信 也都覺得 他應該是向我們一個交代 因為其實一個政府 他的責任 就是保護他自己的民眾 現在他自己的香港裡面 有香港的市民 在採訪工作的過程裡面 遭遇一些暴力對待的時候 正常人 一個小的組織 一個公司裡面 的頭都會來出聲 何況他是一個香港的特首 做了的時候 為甚麼不告訴我們呢 說了沒有懷的 所以究竟他有沒有做到 我們真是不知道 但是我也都可以很清楚一件事 我們國際記者聯會 我們出了信 去到給這個國家副主席 包括之前NOW TV 那個記者被屈或藏讀 兩次我們都有去信 但是我也都可以很坦白地跟你說 我們沒有任何的回復 就是國家是沒有任何的回復給我們 所以引致到的就是說到 香港政府不做事 不知道 我們做了事 中央也都不回復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可能是他們 逼到民眾要去上街 要上街要去沖鐵馬 要去中聯辦 或者更激所謂豁著 其實這些所謂 不要掛人民所做出來舉動 你今時今日 這麼斯文的做法 你都不回復不尊重的 我覺得他們要自己很細心想想 好 多謝你 謝謝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外交政策 中國主席胡錦濤經常都說 中國是順手和平崛起 但是其實劉協波說 這些只是將國內以人為本 和和諧社會這些官方口號 變成外交語言 好嗎 謝謝